哈囉大家好我是迷路DeerDeer的水瓶座投射者 二月的情人節剛過了 但三月的情人節又快到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呢 是非常很適合來聊聊約會這件事情 尤其是第一次約會 不管你是在交友軟體上面認識新的朋友 或是朋友介紹給你新的朋友 第一次約會給對方留下良好的印象 都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 那我最近在跟朋友的聊天過程中 發現這個約會啊男生女生想的有點落差 所以我整理了幾個 第一次約會千萬別做的事情 第一點要講的就是 第一次約會到底要由誰來買單 個人會覺得由男生來買單是一件 進可供退可守絕對不會做錯的事情 為什麼呢 第一個男生做這件付款這件事 我覺得非常的Gentle 非常的紳士 代表著你在乎這個女生 其實不是為了來吃一頓飯的 而是邀請這位女生 有一段共同的時間來好好的認識她 好好的了解她 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我不知道有些男生是真的很計較 還是實在太直男了 真的會去跟第一次約會的對象說 喔今天我們的晚餐我剛付掉的是584塊 所以一個人的錢是292塊 關掉兩塊我不跟你收了錢給我290 拜託千萬不要 你要想清楚你這個 來吃這頓飯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是為了吃飯嗎 不是嘛 你是為了讓這個人可以留下良好的印象 那麼那幾十塊真的很重要嗎 沒有吧對不對 而且男生付錢還有一個好處 我覺得是可以達到進可供退可守這件事 假設我現在去付掉了這600塊錢 那回來這個女生跟我說謝謝你 那等一下我們去喝個咖啡 那個咖啡我請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良好的互動啊 大家有來有往其實不用太計較那個金額 而且你就獲得了下一個邀約 你們可以在喝咖啡的場合更了解彼此 但如果你真的很在乎男生女生有沒有評分這件事情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你先去付的錢回來這個女生有沒有主動跟你說 剛剛多少錢那我給你多少 這也是一個所謂判斷的基準嘛 如果這個女生沒有講這件事情的話 那很顯然他就不符合你的標準 你們吃完這頓飯之後也就不用再聯絡了 這就是我所謂的進可供退可守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稍微想一下 你跟這個對象去吃一頓飯的目的 你是在於要多了解他 多跟他相處 所以那個費用到底有沒有那麼的重要呢 我真的覺得費用其實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你要透過各式各樣的行為去判斷 這個人適不適合你 跟這個人相處起來 愈不愉快 這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再來第二個 去哪裡約會好呢 我個人會覺得千萬不要選太安靜的地方去約會 所以呢我覺得咖啡廳 電影院或者高級餐廳 在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都是一個有點危險的選項 咖啡廳這個東西其實變數很大 如果不是你熟悉的店的話 很有可能你去的時候是非常的安靜的 假設整間店只有你跟他兩個人 這個時候氣氛就會變得有點尷尬 而且你知道桌上的東西是很空的 你們點的東西頂多一杯咖啡一杯甜點 你們能聊的題材其實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除非你有相當高的把握 或者對自己的聊天技巧非常的有自信 不然首次約會的話 我個人是很不推薦咖啡廳這件事情的 再來也有很多人會喜歡去電影院 但電影院對我來說是 一個後面一點的約會行程才會出現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你們沒有太多的交談 你們這個約會的主軸是在看電影 那前面有說過了嗎 約會第一次見面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要多聊天多了解彼此 那你們選擇了一個基本上不太能講話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不太有意義 你也沒辦法觀察對方的言行舉止 跟別人的應對進退啊 到底舉手投足 那到底看這個電影目的是什麼 我基本上是不太清楚的 再來第三點 第一次約會到底要挑選 怎麼樣價位的餐廳是一個適合的基準呢 迷路會覺得有一個原則是 挑選你自己能負擔的餐廳 我選的話我一定會直接選 我可以直接把這個費用付掉 而且我不會覺得有負擔有壓力的地方 這個有負擔有壓力 除了是自己的經濟能力之外呢 也是那個地方的門檻程度有沒有很高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富二代的話 你想要第一次約會就展現你雄厚的財力 直接挑個101的景觀餐廳 那個我沒意見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應該也不會來看這支影片啊 第一次約會對你來說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有時候大家會把第一次約會想得太慎重喔 假如說我第一次約會的話我就選擇今天這個花費 整個行程下來可能要三四千塊 那對一個你其實不確定你們之後還會不會見面 相處會不會愉快的人來說 你們雙方可能都會覺得有點負擔喔 而且這個負擔 可能會讓你們沒辦法自在的相處 甚至沒辦法表露自己原本的狀態 也就是說如果你選擇了一個很高級的行程 他可能對方有可能因為你這樣的行程 而裝作一個不是他的人 然後你們第一次約會就約了很貴的牛排館 他就會想說 那你是不是希望找的一個符合那個身家地位啊 你想要找一個附加千金啊 然後我切牛排都要這樣 很符合那個刀叉的順序這樣 那太累了吧 回到這次影片的主軸來 第一次約會最重要的是什麼 好好的觀察自己適不適合跟對方相處 你在一個這麼有拘束的地方 其實沒辦法展露你自己跟對方的個性 所以我會講說那是一個無效的約會喔 那挑自己能負擔的地方去還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你會覺得自在嘛 沒有壓力嘛 你看身為一個男生 如果你比較沒有自信的話 你已經預想到說 欸等一下我會去做這個帥氣的買單的動作了 不管今天吃起來這頓菜的氣氛 這頓飯的氣氛是好是壞 至少我有做到一個完美的Ending 不會繞人口舌那你的底氣自然就會充足了很多 那如果一個男生在約會剛開始的就是說 今天不用擔心今天這場我請 對女生來說也會有一種極度被重視的感覺 他就可以在一個對你印象分數非常不錯的一個起點下 開始吃這一頓飯 我覺得後面要增進好感的話也會順利的許多 這三點呢就是我對第一次約會提出的小小的建議 複習一下第一個是我非常建議男生去做買單的動作 那為了要滿足這個條件呢 我會覺得男生在一開始挑的時候 就挑一間自己能負擔費用的餐廳或者是行程 這會讓男生有底氣的許多 也會讓女生對男生的印象分數在起始的時候 就相對來說高了一些 最後一點是不要挑一個安靜的約會場合 因為那個會讓你們相處容易尷尬 容易找不到話題再來也有一些安全因素的顧慮 所以也不推薦第一次約會就挑一個很安靜人少的地方 那可以等你們第三次感情即將要升溫到下一個階段的時候再去做 那最後一點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在第一次約會的過程中我覺得可以適度用一些語詞 來增加對方對你的遐想跟想像 比方說如果你覺得這間餐廳不錯的話 其實我還有去過另外一間風格也不錯 但口味有一點不一樣的餐廳 下次我們再一起去 你看這個下次這個詞 多麼的美妙啊 雖然不一定會成型 但這個下次代表說 我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可以帶你去 我期待下一次還能夠跟你見面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所以好好的善用 下次 或者是說 你問我理想中的男朋友是怎麼樣 我今天先不告訴你 下次再告訴你答案 你看這個下次 如果是有女生講出來的話 男生一定信仰到不行好不好 簡單的幾點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抱持著一個很好的初衷 想要去認識新的對象 新的朋友 只是有時候呢 詳細的方法好像有點不那麼確定 所以拍了這支影片 希望可以讓大家的約會呢 都可以有個美好的開始 後面呢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我是米露 我的頻道裡面呢 還有很多這種探討戀愛話題的影片 如果喜歡可以去我頻道看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線上講座見 線上座見 ¡ 你可以發現 aments 稍微